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韩语出场第九节课 我们今天这节课的题目是 帝사관이 어디에 있습니까? 翻译过来的话是大使馆在哪里 我们今天这节课要学一些问路的一些方式 然后学一些韩国的地址的标记方式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什么 第一是表达方式 有一个对话 然后呢是A에 있습니다 下面 这个第四个部分依然是活学活用 那我们开始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个对话 我们一起念 失礼합니다 失礼합니다 中国大使馆이 어디에 있습니까? 중국大使馆이 어디에 있습니까? 中国大使馆은 명동에 있습니다 中国大使馆은 명동에 있습니다 명동에 어떻게 갑니까? 명동에 어떻게 갑니까? 지하철 4호선을 타세요 지하철 4호선을 타세요 감사합니다 那这是咱们的对话 那我们看一下 失礼합니다 是麻烦你了 那是这样的意思 中国大使馆 중국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中国是中国的意思 大使馆 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 你 어디에 있습니까? 어디 大家應該知道 是吧? 어디 就是 遺文代詞 就是場所的遺文代詞 是哪裡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是中國使館在哪裡 중국大使館 就是咱們剛才談的那個中國大使館 은 명동 就是咱們已經學到的一個場所的一個地方的名字 있습니다 就是咱們在這裡 중국大使館在 명동 中國使館在 명동 中國使館在明東 명동 어떻게 갑니까? 明東 咱們走 這是咱們今天要學習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句話 지하철 4호선을 타세요 這裡有這個數字 所以今天咱們要學的內容也包括這個數字的地方 下面是 감사합니다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坐地鐵四號線吧 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單詞 第一是 중국大使館 중국大使館 就是中國大使館的意思 在這裡談的中國大使館 在這裡談的中國大使館 駐韓中國大使館 然後是 かだ かだ 這是一個位詞 位詞 大家想起來了嗎? 位詞包括動詞和形容詞 這是位詞 動詞的一個基本形 然後是 去 走 這樣的意思 かだ 還有是 さ さ 就是士的意思 我們 我們 我們就 一會兒要談一些 韓國的一些 數詞 數詞 就是 那個體詞的一部分 體詞 大家想起來了嗎? 體詞 包括 名詞 代詞 數詞 是吧? 我們今天也學這個數詞 然後 他答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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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 先是 麻煩你 麻煩你用韓語說 失礼 합니다 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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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漢字詞 是 失礼的意思 所以 這句話也可以翻譯成 失礼了 失礼了 經常是麻煩你了 打擾你了 是這樣的意思 失礼 像中國一樣 韓國也非常 非常講究這個禮貌 所以 問路的時候 或者 在路上 要問一些什麼 不知道的一些信息的時候 先說 失礼 是一個比較 比較一般的一個習慣 然後 是 比較重要的一個詞 是 是 這句話 我在中國 多次聽過 嗯 就是 這個 翻譯是差不多的 一個是 這也是 可是他們的寫法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 就是 OTOKE 就是 怎麼 這樣的意思 一個是 OTOKE 是怎麼辦的意思 寫法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 同音 意義詞 他們雖然 是 同音 可是 他們的 寫法是不一樣的 而且 他們 完全是 兩樣的 說法 兩樣的說法 OTOKE 是怎麼辦的意思 OTOKE 啊 OTOKE 是怎麼的意思 不好意思 OTOKE 갑니까 OTOKE 就是 怎麼 這是一個活用形式吧 卡塔 大家 剛剛看完了那個詞 卡塔 就是走 去 這樣的意思是吧 然後 卡塔 的瓷幹 是卡 是吧 塔 前面的這個卡 是瓷幹 然後 因為這個卡 是一個 開音節 所以我們 做活用形的話 應該用 皮 皮 니 다 皮 니 까 是這樣子 是吧 所以這句話就是 갑니까 어떻게 갑니까 這句話意思就是 怎麼走 是這樣的意思 怎麼 走 怎麼 去 然後 下面是一個 어떻게 봅니까 보다 大家 記得嗎 보다 就是看的意思 Drama 를 봅니다 就是我 已經 舉了 我已經 舉過的一個例子 是吧 Drama 를 봅니다 看電視劇 是吧 在這裡是 一文型 봅 니 가 而不是 봅 니 他 因為 어떻게 是 怎麼 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怎麼看 嗯 然後 下面就是 經常聽到的 在韓劇裡 也是經常出現的一個 一個說法 어떻게 就是 怎麼辦 的意思 來我們 接著看 就是 啊 韓語的 述詞 嗯 這個 韓語的述詞系統 比較複雜 啊 韓語的述詞 大概 分成 固有述詞 和 漢字述詞 固有述詞 就是 韓國民族 本來 就 使用 使用的一些 述詞 然後 漢字述詞 就是 從中國 引進過來的 一些述詞 也 這個 讀法 跟 漢語普通話 是不一樣的 啊 日本 日本語 也有這個 漢字述詞 他們的讀法 也是不一樣的 韓語也是 啊 有一些部分 跟 中國的一些 南方的方言 發音很相似 可是 跟漢語普通話呢 是 有點 不同的 那我們看一下 一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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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十 十 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 就是我举广东话的例子 我直学过广东话 所以我不知道 其他的南方方言怎么样 比如说 一 广东话也是一 是吧 这个韩语是没有声调的 三 也是三 十 广东话是 三 苦 是高 所以这些 这些数词的 这个汉字数词的 发音跟 有些南方方言是 发音很很很相似 是吧 很接近 有一部分是很接近的 他们两个 呃 使用的 语境是 不同的 嗯 有一些是 重叠的 有一些是 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 要讲 呃 讲的内容 不包括这些 就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呃 汉字数词的 读法 嗯 汉字数词的一些 啊 这是 呃 我们这节课 那个 四号线 对吧 那个地铁的 呃 呃 表示地铁的 号线的时候 呃 要 要使用这个 汉字数词 其他的情况 我 以后 慢慢 给大家介绍 那我们重新念一下吧 1 1 1 2 2 2 3 3 3 4 4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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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9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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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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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16 18 19 19 14 30 包括读法呀,还有用手数的一些方法 大家可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背下来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生词的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我们歇一会儿接着看第二部分 感谢观看